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是吗 很荣幸 他怎么长得像40岁 我觉得你本身就 你这一代人啊 其实就是除了你还有好些 我发现这个画家呀 或者是知识分子有好几个 我觉得颠覆了我们对60岁人的样子的想象 你比如说我觉得60岁的人 是比你看上去应该老得多的 你看着就是我想象中的 我这个岁数40多岁的人 我觉得有一点是 我们以前看的中国的60岁的人 是他们老得太快 为什么你老得那么慢呢 我不知道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我觉得这跟人很有关系 这跟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你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是比较早熟的 还是怎么样的 我讲样子 说我干嘛 其实是爹妈的遗传 我父母都在这个年纪 比他们的年纪要看下去年纪 要年轻 我相信是遗传 对 对你看他那大耳朵 我跟你说 遗传的力量真的是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香港有一个人叫蔡兰 蔡兰他就是抽烟喝酒 而且他认为为了快乐 可以牺牲一部分健康 这是吃吃喝喝 他见厌了 对 最近也见了 最近发现还是得见 但是我发现这不能比 他们家 他老豆 他爸爸是新加坡那边的 他们家辈辈都活90多岁 他就有这个长寿史 你别人你跟他 这是讲基因的 这是讲基因 是吧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 陈老师喜欢跟年轻人打成一片 好像是我跟年轻人缘分还可以 他们不讨厌我 但是我再年轻的时候 我看到不要说60岁 看到40多岁掉头就走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为什么 讨厌嘛 也讲不拢嘛 就是 所以我现在看到年轻人 这个我蛮摄像的 就是如果稍微时间长点 我就走了 因为他们在反应不好意思讲 最近我听那个 避风跟我说你在哪儿还报了个粗 报了个粗就是说 他在一个演讲的现场 有个同学 就是好像问他 就说陈老师你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什么忠告吗 然后你就大骂当场是吗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不是他们总是要给一个忠告 真是讨厌考试还没考过 还要一个忠告 我反正年轻的时候 我最讨厌一个大人 就是一副教训的样子 然后满口真理就这样 我最讨厌 从小就讨厌 但是今天咱还可以提一个年轻人 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你觉得这个年轻人 他这个斯诺登 这个斯诺登 你听说了吧 蛮蛮好看的一个今年 他首先觉得样子好看 长得挺俊的 蛮斯文的 但你觉得他算是这个80后 这个斯诺登 我都知道他生日刚过了30岁的生日 从香港走之前 在香港跟几个律师那天过生日 说你看我一看他过生日吃什么 我就想到他实际上是个青年 为什么他过生日就是 他说他最喜欢吃的那个炸鸡和那个披萨 然后喝他最爱喝的百事可乐 他觉得很高兴 就给他过了一个生日 我一想到这就是一个80后 就一个小伙子 谁给他过生日 香港的四个律师 他找了一些律师 就因为他现在这问题非常 是华人律师 其中有一个何俊仁 香港是香港的民主党的主席 是一个立法会议员 他在香港等于是比较很多美国人都知道的一个人 因为香港不是很多这种民主党派 他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传统一点的一个党派的主席 也是个律师 斯诺登在香港 我想大概就找了不少像他们这种的这些律师来跟他聊 很神秘 就是说因为美国反对你不引渡回美国 然后后来何俊仁就讲 说有一个中间人很神秘打电话 跟他说斯诺登可以安全离开香港 就允许他走 可是你想这几个律师说你是代表哪头的 然后就打电话给港府 说这个人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 港府说无话可说 那到底走还是不走呢 最后就有个律师陪着他 反正就到香港机场上飞机就走了 走了 而且这个还挺神的 后来不是到了这个俄罗斯那个机场吗 都说要搭第二天的飞机飞古巴 结果我觉得最可乐的就是他办了登机手续了 记者都查到 结果记者就上飞机 结果直到飞机起飞关门了 他发现他这座位空的一直空的 然后这个记者才发现 整一个飞机的人都是同行 都是记者 这班记者 过几百个记者都搭飞机 然后每个人都想了十几个小时 慢慢做采访 然后全个飞机的人都恨死了 反过来就好像反而是一直在报 他这个事件是英国卫报的 他们没买到机票 他们就在台机 一下看着飞机走了很庆幸 我说这帮记者是吧 一直飞古巴一趟 那也就是后面实际上有人在爱拍 是不是这样 是 我觉得是 但是你觉得这个小孩 这个年轻人让你想到什么 让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看到的电影 就是有个叫蛇 是光头 因为文革刚结束 我们最高兴就忽然可以看到外国电影 我印象很深一个蛇 现在想起来就是冷战 冷战的时候经常就是苏俄之间交换间谍 交换间谍 然后当中经过种种阴谋暗杀什么这些 我印象最深就是 在一个桥上 就是苏美 然后前面都做好了 最后就当中是一个地带 然后交易完成以后两边走过来 走过来就各自回到自己营内 真是那一幕好像对咱们当时在大陆的青年人有一种魔幻力 太震撼了 第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国际机场 一上来就是庞大的飞机在慢慢转弯 那后机厅从来没有看见过 然后就是这么根本跟不上情节 我们那会儿的脑子 其实都没怎么懂 就是但反正知道就是 就是国际间原来是这么玩的 中央情报局冷战 对啊 对对 而且一招比一招狠 就这个印象 那后来这种电影就看的多了嘛 就问题现在冷战结束了 冷战结束以后呢 你想象这个叫什么灯 斯诺登 斯诺登 斯诺登的事如果现在苏联还在 这是另外一番 不过质宝 另外一番牛鬼了 就不知道现在是个单边世界嘛 单边世界 但是它里面还会出出出出这种事 不过美国已经在说中国了嘛 就美国好几个战争无误 都包括他们政府都暗指 甚至是明指说中国参护了这件事 就说这个人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是对中国有好处啊怎么样 那现在让他走呢 他们又觉得又开始又怪中国 为什么让他走 就香港为什么要让他走 让他离开香港 但是实际上我看香港各界 香港人一般都挺反对港府的 但是好像这次香港各界 觉得这么处理 还挺合适 对因为香港人一般我的印象是 还很支持这个斯诺登 还觉得就不应该让他 就被美国抓回去 因为他牵涉的问题就是说 政府怎么可以这么去刺探 人家的私隐 那么香港人对这个是十分反感的吧 那就觉得不可以接受 所以是支持他的 把他基本上当成是个良心犯一样来看待 是什么让一个企业家倾家荡产 那个一下子过了一年多 全部没人家 母亲悲痛欲绝 剁下四根手指 艰难时刻 妻子却不离不弃 他对应发作的时候 有时候我拉着他 我不让他走 戒毒之后工厂将何去何从 凤凰卫视特邀禁毒先进人物 徐志英 座谈戒毒的故事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御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国家旅游休闲度降区 你说像是这个斯诺登 我那天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啊 往往真是年轻人推动的 你看你要说像是中老年人 不大会做这种事 因为这个东西更成熟 或者想问题更慎重 但是一个年轻人 真的可能就是一时冲动 可是我又想啊 一时冲动一下子就翻盘 就整个这个历史就变色 你其实你经常可以看的 你像比如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几个年轻人行刺 说干就就干 像当年汪精卫他们 说干就干 你说他对不对 对吧 你很可以说他不成熟 这个 但是往往他历史因此改变 但这个不只是因为他冲动 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说年轻人 因为冲动 所以会干这样的事 其实还有一点 我觉得是年轻人 他可输的东西 他会觉得没那么多 就打算输一条性命 对你一个人活得越大 比如说有家累了 有什么社会地位啊 这个一大堆是绑着你的东西多 年轻人没那么多东西绑着他 所以当他盘算起来的时候 他不感觉到自己会失去什么 他做这种事 失去的东西没那么大 但是反过来呢 我常常在想 假如今天中国出了一个斯诺登 那会怎么样 就或者中国大概也当然不会有 因为我们年轻人想的东西 都比较多 现在 那我还有个联想 因为我总是大概跟我的视觉有关系 就是 他跟今天的电子媒介很有关系 在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手机还没有呢 对 今天我们每个人有手机 有电脑 照传播学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几乎等于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 真的 或者对别人 或者别人对自己 其实我们的联系方式 和破解方式 和解密 什么追踪 什么 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中央情报局 然后年轻人又特别会玩电脑 这件事情跟现代科技分不开 就是我相信 每次时候玩间谍 现在看的需要掉牙 就是当时那点 就是测探 测探工具 和带来的后果 跟今天没法比 所以我相信他活在正好这个口上 年纪又这么轻 他能够用现在媒介 就是发现这个秘密 然后立刻传出这个秘密 同时他一个人可以这样到全世界跑 逃 当然我不知道后面有谁在帮他 再一个当然我相信 我相信全世界都蛮 蛮喜欢看到美国出事 是 就看你的好戏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 你刚说到这个年轻人 他掌握这样的一些的新的工具 跟科技你可以回想起来就是他能干的事情还有一点使得是中老年人干不出来 就中老年人根本不懂 像这一类的NSA下面现在很多人就说他的这种情报机构或者他外办公司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 就等于IT公司里面多半也都是年轻人一样 因为他们掌握的东西是40岁以上的人不太可能掌握得了东西 所以现在还出现一个情况 就你刚刚一开始说不喜欢年轻人跟你拿忠告或者老要人忠告 我觉得年轻为什么想跟老年人或者中老年要忠告呢 这是一个传统习惯 以前传统上我们总觉得一个人年纪越大 越历越多 知识越丰富 他懂的东西就比年轻人多一点 所以他能够有经验给你忠告 但现在这个世界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跟以前以前完全不同 以前叫长老长老 长老就是一个社会里面最有智慧的人 今天恰恰相反 越老越呆 就年轻人搞什么他都不懂 就今天这个世界是掌握在这些懂像斯诺登这种人的手上的 是我们我们是是落伍的 还是跟科技有点关系 就政治永远是中老年人的世界 但是今天是一个高科技世界 高科技世界我们所有人爷爷玩不过儿子 儿子玩不过这个孙子 一个心机器到他手里 一家人最会玩的肯定是年纪最小的那个 所以其实我们认真想想现在在推动世界前进的就是这些技术 而这些技术全部在年轻人手里 而且他的更新你根本跟不上 不要说政治就学术 文化科技 我相信 凡中年以上人现在看到年轻人都得当心一点 没错 就一不留神 他就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他最早破解 他最早会死了已经 然后这个时候就工具和人的关系就会 就从来都是这样 尤其工业革命以来 就工具和人的关系就不断的在往上跳 你根本根本跟不上 到现在可能到了一个 反正斯诺登这个事情蛮典型的我觉得 但是你说难道就没有这个不变的东西吗 你比如说工具一直在变化 你看我有一个经验反倒是什么 就是你看我觉得我一般的就喜欢还喜欢交往 就是就像你这个年龄的 比如大十岁是二十岁的朋友 我倒觉得你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真觉得我傻乎乎的 但是问题就是不是别人安排给我的老师 是我自己去找比我年长的人 我经常觉得他们确实给了我非常多的方向 就是对我很有好处 就是听不说忠告 你经常跟他们玩 我觉得对我真是有营养 如果没有这些个年长者 就我自己找的这些个朋友 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我懂你意思 但是看是什么范围 比如说我也是一个老跟比我大的人在一起 而且关系还特别好的人 但是如果你谈现在讲这种政治 比如说专讲政治这个领域来讲 我们传统上都觉得政治 当然是年纪越大人越老奸俱滑 他的人脉也广 政治资源比你丰厚 你跟他玩他把你玩死 但是能够把那个引爆点点燃了 把东西一下子啪干掉的 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因为他能够在一些这些中老年人 完全想不到的不懂的领域里面 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吗 我还是想说是一部分是输给传媒 然后传媒是在年轻人首领 东亚局势持续紧绷 地区冲突不断 自从美国重返亚太 东亚成了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 中美两国最近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 承诺加强合作 不搞对抗 然而面对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之争 美国会否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美能否合作管控危机 如何处理地区冲突 将是检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事迹时 红花廊环玉大战略 星期日版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优优独突不断 优优独突不断 优独突不断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优托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囊 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过时的感觉 因为我还是那天在哪看见你说的一个 就是说关于考美术的 考美术 我就注意到你在这个艺术观点上 好像有这么一个看法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说 说考速写 考素描 考什么 他说这些都是这些老家伙 因为一直他们会这个 这是他们的经验 所以他们要考 他的意思是说 今天的年轻人那都玩什么了 都玩多媒体了 玩手机玩电脑 那么他们难道 他在幼儿园就会用手机了 你的意思 他美术以后不用笔画了 早就不该这样了 最新的绘画是用digital在画画 这30年前就已经这样了 绝对是这样了 绘画是手工艺 太古老的一个行业 比文字都要古老 你今天还在考画画 我到了清美一直在说 不要再招这么多画画的学生了 干嘛 这都颠覆我的印象 那将来美院出来的自己拿笔的不会画画 只会拿电脑画 全世界差不多已经这样了 只有中国有这么多美术学生 那个弗洛伊德呢 就是今天活着那个画家弗洛伊德 他画的那不是 世界上总得有几个唐吉克德 就是世界有这个余裕 就是还让一小群人 他果然有天才 他又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你让他画 他画到死 由他去也可以尊敬他 但是你不能叫这么多年轻人 一波波生出来的 80后90后10后 还像我们那会在那画画 画了干嘛 谁要你的画 你要做图纸 你要表达这个世界 电影 手机 什么什么都比你 人类无非就想要个图像 过去因为太奢侈 这个又太可怜 没有照相机 所以愣就画 皇帝的肖像 什么平民的肖像 一路下来 但都要靠手画 所以为什么摄影机出来以后 这绘画就开始慢慢慢慢 绘画是个功能 任何艺术都有功能 我不太同意 总是强调一个 艺术的欣赏功能 什么精神作用 其实都是派用处的 从前绘画都是派用处 一直到19世纪 绘画没什么用了 就是欣赏 然后换钱 就这样 20世纪 有哪件事情 要靠画章画出来 那你说 这个艺术的标准 美的标准 没有一个永恒标准吗 你比如说蒙娜丽莎 你这个很像老年人说的话 对啊 老跟你们在一块 是这样 我跟你说 咱们还是回到这哥们 就是美国尤其是这样 美国就是一个青年的国家 这不要说传媒发达到这个地步 一路过来 美国什么十几岁孩子开飞机 然后十几岁孩子就自己成立公司 你永远会听到这样的事情 他文化的就是个青少年文化 所以他整个美国文化 他会出现一个种 我总觉得 就种是在的 就是某种国家 就这种种特别多 我想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像美国一样 就是 就开发一个年轻人的智力 和胆量和冒险 和老子做出去再说 就是因为 说我为什么痛恨这个教育制度 就是他假定一个孩子 必须循序渐进 从十几岁到二几岁 必须读完这些书 你才是个有用的人 才有知识 不扯淡的事情 人类有些就是 就特异的人 很早很早 他什么都会了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的 我相信只有美国 和一部分欧洲国家 就年轻人是这么给他们 小孩子很早就做一些 只有大人才能做的事情 而且还能做得好 他就做出来了 像什么灯这个事 不就做出来了吗 你拿他怎么办 干了就干了 反正就是 世界因此而改变 而且反过来 他们是中老年人 有成就之后 他们的成就 要是再想往前一步 他们要靠年轻人 他们能够提供的是 给年轻人机会 让这个机会 也是对他们 给他们自己的机会 他才能成功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今天中国人 都在谈乔布斯 乔布斯什么的 你回看乔布斯 比尔盖茨 他们那一代人 他们就是年轻人 这个车房里自己弄一弄 这事就起来了 退学的学生 多年轻的人 谁看得起来 打出来一片天下 但是等到他们真到了中老年了 像比尔盖茨 他现在已经中年人了 他的微软 也创造实力也下降了 那他现在做慈善 但他做慈善 其实还是在依靠年轻人 比如他那个慈善基金会 要做什么项目 比如在非洲做一些 怎么样做一些干净的厕所 减少疫病 但是那边不够水 又不用水 结果他做那种设计比赛 全部都是年轻人去参加提供创意 而他提供的 则是一个平台跟机会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国家 或者有些人 他会成功是靠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年轻人去冲 提供创意 中老年人掌握资源的人 是提供这个平台跟机会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 看看中国是不是这样的国家 也许当然我们可以说 我们有这几套模式 我们不用走这条路 但是我必须说 如果我们也必须要走这条路的话 我们现在是失败的 因为你现在看得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 年轻人的创意是被压抑的 绝对被压抑的 绝对被压抑的 真